第二九題 支右取三個相同規格的電阻線 以不同串並連的方式組合成 甲乙丙丁四種電路图 若導線的電阻可忽略不計 则下列哪一種電阻的組合方式 所形成的總電流最大 我們看到圖上面的電池都是一個 所以表示電壓相同 電壓相同的時候 如果電阻越小電流就會越大 我們又知道串連的話會使電阻變大 並連的話會使電阻變小 所以圖上面甲是串連 所以它的電阻是最大的 丁是並連所以它的電阻是最小的 因為丁的電阻最小 所以它的電流會最大 所以第二九題問我們說 则下列哪一種的組合方式 所形成的總電流最大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丁